搭配來三公牛要出家 郭君弟兄扭動身體 扛著美味的烤乳豬進場 鬥得現場也乃嫩樂開懷 紛紛鼓掌叫好 屏東華山基金會為了陪伴縣內獨老 提前度過中秋佳節 特別舉辦烤肉趴活動 並結合九三軍人節 邀請郭君弟兄一塊來同樂 與長輩們團圓 中秋節是我們傳統的節日之一 大家可能會有烤肉 吃柚子 吃月餅等等 但是對一些獨居長輩來講 這件事情是很困難 甚至是沒有參與過的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 長輩甚至有些是第一次 參加烤肉活動 那今天四逢九三軍人節 也很榮幸邀請到了 我們的空軍第六混合聯隊 憲兵第六中隊 由中衛輔導長帶著 我們十九位的關閉弟兄 一起來協助我們這場活動 國軍弟兄也安排系列表演卡拉OK 結合現場的一檢桌遊等活動 期盼讓阿公阿嬤吃得開心也玩得開心 而不少長輩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參加烤肉活動 覺得很新奇也很有趣 在這裡阿公阿嬤大家很開心 反正這個華山反正有獎勞 對這裡我會吃照顧 那你這場有來烤肉活嗎 打開這場會烤肉活嗎 不要耶 第一次 第一次喔 阿嬤到哪兒 好啊 心思 打開又用打開 我開心 很開心 他跟我結婚就說好 我要來 我說你穿小孩 我說我穿小孩 老人小孩 我要給一個女兒 不在學 高大老人 改攤 改家 老人 今天很好的 華山幫我保養很好的 不然我覺得很辛苦 目前華山基金會正發起 愛老人中秋亮起來送愛到家的活動 期盼不只是帶長輩走出來 也能讓資源進到家中 幫助需要幫助的獨居長者 我們明天開始也會將我們的 中秋的關懷禮 送到我們每位服務的長輩家中 也希望邀請社會大眾 一起來協助這樣子的 愛老人的活動 熱鬧的草舌爬活動 不僅是鼓勵長輩走出戶外 接觸人群 也期盼投專引喻 鼓勵更多善心人士 參與愛心認住及義工等行列 讓社會大眾所給予的溫暖關懷 持續散播至屏東各個角落 屏東訊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